Hello, 欢迎收看我们频道,我是Vincent Hello, 我是Crissey 我们英国的工档 很快,下个星期三 就会一系列的加税措施推出 这个加税的措施,大部分的市民将会是痛苦的,这个艰难的决定 至于有多痛苦,要下个星期才知道 不过首先,我们今集就预先他留了少少风声在加税,加了些什么措施 好了,我们事不宜迟,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准备是会加税的 我们财商,李运程 早前他说有个财政黑洞,是上一任的保守党围留下来的 黑洞220亿英镑的,为了 但是现在BBC就说了,政府的消息人士就跟BBC说了 他说,其实现在已经去到400亿英镑了 这个支出这么夸张 即是说,远远超过了之前他所说的 说220亿的黑洞了,增加了,几乎了 是的,原来那个预算是再大一倍的 我们去年英国的经济的GDP是一样的 真是一样的 不过今年,2024年 初六个月,是G7成员国里面七个国家 其实我们成长得最快的 英国的GDP是不错的,今年 不过呢,英国国家统计局就警告了 英国的经济成长的前景将会疲弱了 疲弱就是为什么呢? 即是说你虽然经济不错,在G7里面 是成长得最快的 不过因为你入不敷之了,你债务太高了 你太多钱要payout了 太多东西要payout 你找得来,那头就洗掉了 所以呢,经济呢 是会疲弱的了,未来会 其实真的有积可尋的 英国国家统计局也有说 他说经济成长虽然不差 但是呢 日后将会疲弱的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 日不敷之 即是你赚到钱的,其实你是赚到钱的 但是你转过头走去,大花筒 就洗了一些没有回报的东西 其实我会说真的没有回报的 是什么呢?譬如打仗就没有回报了 你英国花了多少钱去打仗呢? 支持乌克兰 但是你没有办法不帮的嘛 你一定要帮的嘛,你一定要够训 是不是? 这个是庞大的数字来的 还有,接收很多难民 那些难民是真的喜欢来英国的 到处都不喜欢去 他只是喜欢来英国的 就是因为你英国福利出名是好的 整个欧洲 出名又帮你交租了 是不是? 你难民来到,他一定要接济你了 给你住了 是不是? 又要给你食物 灯油火纳去供应给你 是不是? 给你暖气了 又要给你衣服穿了 你有小朋友的 又要提供医疗给你了 免费的医疗给你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你小朋友来到几岁大的 又要安排你去学校读书 是不是? 书保费了 是不是? 你英文也不懂多个嘛 很多难民过来不能够工作 没有人请你 没有人请你 那怎么办? 你的生活费是不是要帮你付呢? 是不是? 还有英国很多的拿纵援金了 英国本地人也有七百万人 是拿政府的纵援金的 夸不夸张? 你怎么办? 喂!七百万人拿纵援金 你每人拿你两千磅 三千磅 你都死了 你的庫房 还有 英国还有很多人是没有就业的 躺平 索性躺平 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说有九百万人躺平 现在英国这里 劳动人口是不够的 而这些人是英国本地人来的 九百万 大哥 你去躺平 每个人都说身体不好了 是不是? 英国是病夫 英国是欧洲病夫 还有痴肥的问题 英国很多肥人 因为痴肥 搞得身体不好了 令医疗系统崩溃了 又有糖尿病 又有高血压 又有三高 不能够上班 接着又要问政府接济了 是不是? 又影响医疗系统 那里又说要100亿了 那里又要 接着生活成本又高 英国这里 就算你住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 或者北爱 你的生活成本不会太便宜 除非你自己煮饭 是不是? 就算煮饭 你也要用煤气 用电磁炉 是不是? 你也要煮饭 那些都是成本来的 你也要开暖气 是不是? 灯油火纳水电煤 你交地税 council tax 就是差响 你也要钱的 你住住宅间 你又要给管理费 英国家庭的管理费是很贵的 是不是? 如果你租楼 你又是 租楼是很贵的 在英国这里租楼 无论你住哪一区也好 租楼的费用是佔了你生活里面 最少有一大部分 是不是? 英国税项又高 是不是? 在英国这里生活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首先第一件事 他说雇主的国民保险 即是NI 有机会在这方面要加税 要加 在雇主那里加税 不要以为只是做老板 那些要加 如果你是自雇人士 都关你事 譬如什么? 很简单 譬如你送外卖 他要你自雇 你就牵涉下去 对 你是自雇 你的NI 现在变相都会加下去 做生意的人士 就投诉 如果要加NI 就会令到他们 难些去请人 没错 还有刚才过来说 自雇人士也是有牵涉下去 自雇也是老板 我刚才所说 就算你去送外卖 送货也关你事 很多送货那些 是那间公司要你自雇的 送货那些也是 对不对? 他说你自雇的 是吧? 那你便要 变相你便要的NI 都加了 那就变相你就要交多了税 交多了税 无论你是老板级 或者不是老板级 你是自雇都要当你是老板的 那NI 交 那关不关你事? 是不是? 不是只是富人要交 现在是 就算你基本的自雇人士 都关你事 那这个遗产税 目前为止 现在是要交四成 40% 就是如果死者 资产价值超过325,000 的英镑 嗯 即是上限暂时 就是325,000 英镑 上限暂时 他有机会调整 这个遗产税 等多些人跌落 这个遗产税的税网 那里 那么政府便可以有profit 是不是? 他怎样调整 你自己用脑子想想 他要么调整 他要么调整到45 或者50 又或者将这个上限 将它再调低些 那就多些人跌落 这个税网 变了多些人要交税 没错了 等多些人的脚子插进去 那你就要交遗产税 是不是? 好了 CGT 资产增值税 这个呢 很多中产高产 有钱佬 富豪 超级富豪 关系你的了 即是说 无论你什么投资都好 你获取到的利润 都叫做资本利得税 CGT 任何投资 不理你股票 买卖物业 或者我有个靓标 我卖了出去 我获利 我又获利 这个也属于CGT 任何买卖 就算是一个靓车 我买回来再卖出去 我赚到利润 那里是赚到利润 我说的 扣除成本 我赚到利润 就叫做CGT 明白吗? 所以这一项是针对了 譬如你有第二层楼 你投资的 刚才所说的 股票 买卖黄金 炒卖那些 市场市场 OK? 所征收到的 那些所谓利润 就要交的了 一般来说 你个人名义也好 或者你企业也好 老板也好 或者你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导致 你属于高收入人士 那你放售你的物业 或者房地产 来到套现了 那24%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但是股票那些 其他资产的利润 就20% 有可能这两个数字会加 那现在有人预测 就说 未来CGT 会提升到39% 当然 PRIME MINISTER 还未透露 要等下个星期才知道 是的 下个星期就自有分晓 不过 吹出来说 起码都是39% 是的 早前 他们就说 是40%至45% 现在就说是39% 到其实是加多少呢 那真的要到时才知道 是的 假设 假设 你想一下 交开24% 现在跳到39% 或者交开20% 搞到39% 那你怎么办呢 是的 好像割了一块肉 你真是被他刮 一把刀刮下去 是不是 所以说最近很多有钱人 都卖了些东西 或索性卖了它 不要搞了 即是离开英国 直接卖了它就算了 是的 我想还继续交着 现在的24% 税 退休金税收 就是Pension 目前为止 大部分人 可以享有20% 税收减免 高收入人士 可以享有40% 或者45% 税收减免 不过 政府可能 可能 引入单一的税收减免 即是一个数字 就划一收费 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政府可能想精简一点 划一收费 划一收费 印花税 Stamp duty 如果你在英格兰 或者北爱尔兰 購入超过一定价格的房地产 或者土地 你需要缴付印花税 或者土地税 是的 而由2022年开始 之前是由125K 开始要交印花税 后来推高了 去到250千 才开始交印花税 首次置业者 之前是由300K 开始交税 就升高到450K 才开始交税 当时政府是豪给了我们的 但是这件事 只是豪到明年的3月2025年了 因为之后 会重复到以前的层次 工党还未说 承诺会将它逐期 它应该不会延期 我就这么看 不然它怎么可以征收你的税 没错 首次置业者来说 其实如果回到平均 即是去到300K 英镑 那 没那么好处 是的 其实提高到450千 首次置业者上车 更容易一些不用交印花税 没错 现在变成很多都要交的了 即是万一它不逐期 就很多人会跌下印花税的税网 即是那些首次置业者 是的 非本地税务身份 即是我们俗称叫做浪当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之前那些影片 讲过无数多次了 很多有钱人的富豪都离开了 有9500个富豪 说的是几亿港元的身家 或者几十亿港元的身家 那些富豪 在英国做生意 或者那些有钱人 在今年 离开了 9500个富豪 接下来排驻队 据说有50万个富豪 接下来到2028年 即是还有4年时间 他们安排准备离开英国 为什麽呢? 因为他们有一大部份 其实就是这个身份来的 非本地税务身份 即是他们是浪当 俗称叫做 我们之前的影片讲过 这里我不会重复再细细讲 为什麽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全球征税 全球征税 所以他们要离开了 他们放弃了英国这麽好的地方 他们个个都说 其实他们是喜欢英国的 这些非本地税务身份 他们是喜欢英国这里的生活 他们是喜欢的 但没办法 你要全球征税 那他们就离开了 离开了 去哪里呢? 最主要是去杜拜 杜拜是第一的 是他们首选的地方 来保住他们的资产 第二 就是去譬如欧洲其他那些 有税务优惠的黄金签证的国家 包括葡萄牙、西班牙那些都是 或者马伊他也是 他们会考虑那些地方 再不是的 去远一点 去新加坡也会走去新加坡的 或者盧森堡 在欧洲 盧森堡 或者瑞士 所以现在英国推出这个 全球征税 向这些非本地税务身份的人士 全球征税的话 他们宁愿放弃英国的了 不爱的了 刚才我们说了 9500个今年已经走了 离开了英国的了 还是排队有50万个了 未来的4年将会离开英国了 这样排队 当然了 不会完全离开了 不会完全离开了 他们也要看清楚 究竟你会不会做些事情 可能会不会重新考虑 这个全球征税 他看你会怎样 明白吗? 如果你真的不做事 你真的会继续一意沽痕 他们就真的会离开了 这个冬季燃油费 其实这是给那些长者的 那些长者其实每年在冬季那里 都有燃油补贴的 即是类似那些 100磅至300磅的冬季能源补贴金 现在是没有了 很多都拿不到 据我所知 有一千万的长者 那些退休金的人士 即是拿着退休金的长者 原本是一向都有这个补贴 但现在他们拿不到 因为他们资产审查之后 是不合乎资价了 他们是不能够拿到冬季燃油费的 那些人就投诉 很不满意这个工党 很后悔 投票就投票给这个工党 第二个就是国家退休金 2025年4月份 会上涨4% OK 增加金额 下个星期就会确认 最后 私立学校的增值税 即是说 季立学校 私校将会要加这个VAT VAT 20% 很多人都读私校 英国这里 其实不少 那些人就惨了 以后的子女 无端端要多给20%的VAT 一年 如果你读四年 读五年 读六七年 你怎么办 你真的这笔费用 由小学读到中学 都是读私校的那些人 这样就惨了 真的最后 能源暴力税 政府就将石油公司 以及天然气公司的利润 征收暴力税 当他们的利润 过了某一个上限 就要对他们 由35%增加到38% 会延续到2030年3月31日 好了 我们现在来一个总结 大家觉得这个利润程 以及施己言 这个工党的政策 加税的政策 他说有400亿的英镑财政黑洞 大家信不信 他说是上一任遗留下来的黑洞 现在要大家帮忙填铬 填铬黑洞的铬 400亿英镑 大家没人夹点 填了它 现在是艰难的 现在是痛苦的 大家麻烦你了 忍住痛 填了一个洞 大家帮忙吧 那你觉得怎么看呢? 出了这样的加税措施 一系列 这么多不同的加税措施 你随便都会中一样 现在一定会中的 只差你中哪一样 有些人会连续中几样 当然你会找税务专家 帮你尝试一下去避税 税务专家 但如果真的是税务专家 真的能够搞定的话 那些之前那些有钱人走了 那为什么他都会走呢? 就是因为搞不够 连税务专家都未必能够搞定 现在他这个加税的措施 很多人都计过这条数 分分钟 你之前赚下的钱 你倒贴给他 嗯 因为他包抄了所有的东西 根本都没有灰色地带 给你去走位 很难走 真的很难避 不要说走 不要这么难听说走 是避税 或者合乎资格去避税 现在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他的加税措施 已经涵压了很多不同的形式 经营成本就很高了 在英国这里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士 在英国就越来越艰难了 他这个措施 恐怕了 现在的投资者 投资者 现在都被他恐怕了 接下来的投资者 他不敢来投资 他现在先看清楚 他先看清楚 他看你的措施是否可行 行不行 会不会影响到他 如果你投资成本这么高 我没理由在这里投资 是不是? 可以考虑另一个国家 可能考虑另一个国家 是不是? 如果他坚持 一定要这样加法 或者他加的幅度太高 那就可能弄巧反绝了 是不是? 随时偷鸡不到 就蝕渣米 什么叫蝕渣米 就是你加税措施 真的? 双重损失 变成了这件事 其实就不做好过做 不过现在我们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你也要看下个星期 他真正的征收税行 究竟是多少? 多少个百分比? 究竟有没有影响到你? 各位观众 你有没有可能 有人会让他征收到你额外的税项 现在是说额外的税项 大家在英国生活 每个人都要交税 是不是? 我又不是拿作援的 是不是? 所以我一定有份交税 是的 但是之前没有交得那么厉害 不是说不愿意交多一点点 但是问题是 你不要这样加法 你真的这样赶客 是不是? 就是他所谓的田的黑洞 这个黑洞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这个黑洞 没有人帮他做的 其实整个大潭的黑洞 由他上一任的保守党 和他这任的工党 自己搞出来的 这件事 不是我们市民搞出来的 我们哪有这样的能力 帮你搞黑洞 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很隐悔 他没有解释这个黑洞是如何来的 嗯 其实说来说去 这些苏州市的黑洞 由头到尾都是上一任的保守党 是不是? 如果他这次处理得不好的话 他随时会变成千古罪人 好了 大家觉得今集的影片 大家觉得有什么感想呢? 如果你在英国生活 又或者你不在英国生活 你是海外投资者 我知道很多加拿大的居民 或者是美国人 或者是新加坡人 或者是香港人 他不在英国住的 他不是的 他只是投资在英国 投资房地产的 或者是做生意的 开公司的 对你有没有影响? 如果对你有影响 你也不妨在下面留言 你会不会继续投资 或者稍微看清楚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的 还有英国本地的网友 你觉得怎么看? 工党这样加税法 你也不妨在下面留言 觉得他这样 如果真的这样加法 对你有没有影响?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说出来的感受也可以的 好吗? 好多谢大家支持我们今集的影片 如果未订阅 麻烦大家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可以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会有独家影片的 好多谢你的支持 拜拜